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民间故事 如果您喜欢本频道的故事 请您订阅后互动留言 我们将用心为您制作更优秀的作品 今天故事的内容是 女儿回娘家 半夜父亲给她端来养生银耳原子粥 母亲说赶快把粥倒进床底下 登峰县有一个甘园外 甘家有店铺三间 田产千亩 日子过得很富足 但甘园外早年丧妻 留下几个月大的小女儿 甘园外既当爹又当娘 把小女儿拉扯大 像甘家这样的大户人家 家中怎能没有女主人呢 甘园外的妻子牛逝去世三月后 甘园外就娶了家中的厨娘 方氏为妻 方氏温柔贤淑 把甘园外的女儿甘兰儿 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对她是呵护有加 甘园外也是非常感动 说自己没有看错人 方氏与甘园外成亲几年 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甘园外没有儿子 心中就很不甘 于是又纳了一房小妾 甘园外娶了小妾之后 对她很是疼爱 希望她早日为自己生下孩子 小妾果然没有让甘园外失望 两个月后就有喜了 后来生下一个儿子 甘园外看着大儿子 高兴得合不拢嘴 给儿子取名甘若姨 寓意着儿子以后的生活 过得像一堂一样甜蜜 眨眼十几年过去了 甘园外和甘若姨也相继长大 甘园外已经到了破瓜年纪 甘园外就为女儿物色了一门亲事 对方姓沈 是登峰县的大户 省元外夫妇几年前离世 沈家就剩下一个独子沈远山 沈远山虽然没有什么作为 甚至把沈家的钱财都挥霍完了 不过还有一处大庄园 这座庄园豪华气派 里面的装修和家具 都是名贵木材做成 这座庄园价值不菲 很多人都眼馋不已 沈远山无所事事 每日就知道吃喝玩乐 甘兰儿不甘心嫁给这样的人 可古人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他自己根本做不了主 方氏也希望女儿 嫁得青年才俊 将来的日子才会越过越好 可甘园外却说道 妇人之见 沈家公子虽贪玩了些 可那一座庄园就值上万金 女儿嫁过去也是锦衣玉食 吃不了苦 方氏母女做不了主 只能听甘园外的 与沈家的亲事就定下了 定下不久 甘园外就去沈家 商定了婚期 沈远山一个人生活很是孤单 又见甘囊儿生得清秀可人 当然是求之不得 就八台大轿 把甘囊儿取进了家门 嫁机随机嫁狗随狗 虽然甘囊儿是被迫嫁到沈家去的 但嫁到沈家之后 对丈夫关怀备置 温柔体贴 沈远山对妻子也是藤籁有加 小日子过得是甜甜蜜蜜 羡煞旁人 可成亲两年依然没有生下孩子 沈远山就纳了一房小妾 名叫李玉娘 李玉娘是青楼女子 身是十分可怜 李玉娘进门之后 沈远山每天晚上都陪着她 这就疏远了甘囊儿 甘囊儿嘴上不说 但却很伤心 甘囊外的寿宴到了 沈远山就陪同妻子甘囊儿 一起回娘家参加 酒席散后 甘囊外就说 要留宿女儿女婿一晚 要与他们好好说说话 沈远山不放心 李玉娘一人在家 就执意要走 甘囊儿似的孝顺的女子 就送走丈夫 独自一人留了下来 甘囊外说道 爹爹常常想起 你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那时候的你无忧无虑 对爹爹很是依赖 总是在爹爹怀里撒娇 一切都回不去了 自从你嫁到了沈家 回来的次数少了 爹爹还真是很想念你 以前我怕影响你们夫妻感情 从来都不留宿你 如今沈远山有了新欢 爹爹才敢把你留下 甘囊儿听父亲提起丈夫 也是黯然伤神 甘囊外见他不开心 就关心地问道 你丈夫如今离不开李玉娘 对你自然也就疏远了 不过你依然是沈家的大夫人 要在家中竖起大夫人的威严才行 千万不能让别人占了上风 如今那李玉娘 在你丈夫心中的地位很重要 要是她生下孩子 沈家也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 甘囊儿没有为丈夫生下孩子 心中愧疚 丈夫那妾也是人之常情 她并不怨恨丈夫和李玉娘 但听父亲这一番话 她心中也是起了波澜 想想当初的夫妻恩爱 如今却很是冷淡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李玉娘 甘囊儿的心里 开始有了一丝仇恨 她不恨李玉娘 而是恨沈远山 四日一早 甘囊儿就回家去了 她本来心情就不好 回到家里看见李玉娘 居然住在了自己的房里 就控制不住情绪 一下子就爆发了 原来昨晚沈远山 从甘家回来后 李玉娘就对她说自己遇到一个先锋道骨的老道长 那老道长说她要生孩子必须住东厢房 那里冬暖夏凉 非常适合孕与新生命 沈远山听了李玉娘的话是深信不疑 说道 既然这样 你就住到东厢房去 你俩换换不就行了 甘囊儿本来心情就不好 她回到家又看见李玉娘 霸占了自己的卧房 又想到丈夫对自己的冷淡 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 沈远山见甘囊儿大闹 觉得她不可理喻 说道 你生不出孩子 还这样闹 难道就没有一点羞愧之心吗 我告诉你 这个家事我说了算 你在这样胡搅蛮缠 别怪我不念及夫妻情分 甘囊儿见她发火 心中就更加委屈 但也没有办法 只能碰哭 甘囊儿在沈家心情郁闷 又回娘家去了 见到方氏抱住就哭 方氏吓了一跳 赶紧把她拉进房里 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甘囊儿就把家中发生了事情 对母亲说了 方氏只能劝为她想开一些 母女二人的对话 就被甘囊外听到了 她非常心疼女儿 黑门进去安慰她 又把沈远山大骂一顿 说着沈远山根本不是人 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甘囊儿想到父亲当初逼自己 嫁到沈家去 心里就生气 说道 当初爹爹为我选的好夫婿 如今他却这样对我 我不反对他那且 可他不该骑到我脖子上拉屎 以后我在沈家 还怎么做人 甘囊外听了女儿的一番话 也很是愧疚 说道 都怪爹爹识错了人 如今让女儿受气 是爹爹对不住你啊 甘囊外说着眼圈发红 甘囊儿见父亲这样 也就不忍心责怪他 就说道 谁让我生不出孩子呢 这也许就是命吧 我认了 请爹爹不要责怪自己了 方氏说道 家和万事兴 你回去后就不要与他们闹 好好对待李玉娘 人心都是肉掌的 他们也会被你感化的 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回到以前的 甘囊儿说道 不会了 自从那李玉娘进了家门 相公就对我视而不见 甘囊外赶紧说道 只要那李玉娘在 兰儿就没有好日子过 有些是可以忍耐 但有些是一定要争 否则就再也翻不了身 你回去只管与他理论 有爹爹为你撑腰呢 方氏见甘囊外火上浇油 就说道 如今已经这样了 吵闹解决不了问题 家庭和睦才是最重要的 一家三口一直聊到二更天 甘囊外何方是才离开 甘囊儿洗漱之后准备睡觉 却听见有人敲门 他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甘囊外 甘囊外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 说道 爹爹亲手为你熬了一碗银耳莲子粥 你赶紧趁热喝了 好好睡一觉 明日一觉醒来 烦恼都没有了 甘囊儿接过粥很是感动 说道 谢谢爹爹 还是爹爹最疼爱女儿 我这就喝 您赶紧回去休息吧 甘囊外说道 父亲一直把你当成长上明珠宠爱着 你心里难受 做父亲的也不好受 爹爹不能为你做什么 只能煮一碗粥给你喝 赶紧趁热喝了 凉了伤胃 他在三交代之后才离开 甘囊儿想到父亲把自己养大 如今还要为自己担心 心中就不是滋味 忍不住泪如雨下 甘囊儿一边流泪 一边准备喝粥 就在这时 方氏就推门走进了屋子里 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粥碗 低声说道 这粥不能喝 甘囊儿不解地看着母亲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方氏说道 赶紧把粥倒进床底下 这是父亲亲手为我熬制的粥 为什么不能喝呢 甘囊儿瞪大眼睛 不解地问道 方氏说道 不要多问了 按我说的做就是 赶紧上床睡觉 甘囊儿心中疑惑 但还是听了方氏的话 把那碗粥倒到了床底下 然后把碗放在了桌子上 方氏又对他交代一番 就匆匆出去了 甘囊儿觉得母亲今日的举动 很是奇怪 为何不让他喝服亲主的粥 还要装睡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起 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三更的时候 就有一个黑影 鬼鬼祟祟地进了他的房间 甘囊儿听到声响 也是吓了一跳 他正要呼喊 那人却点亮了火折子 甘囊儿看到点燃一支熏香 从货洞里插了进去 甘囊儿躲在屏风后面 对父亲的举动是惊讶不已 他想上去阻止 但又不敢阻止 他要看看父亲到底要做什么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 甘园外就拿出一把尖刀 悄悄拨开房门走了进去 甘囊儿赶紧趴在窗户上往里看 但屋里黑乎乎的 什么都看不到 他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群拿着火把的官差闯进了屋子里 上去就捉住了甘园外 甘囊儿看到官差抓住了自己的父亲 就赶紧走进屋子 问他们为何要随便抓人 这时方氏就走了进来 说道 他不是你父亲 他是你的杀父仇人 什么 娘 你在说什么 甘囊儿不相信母亲的话 他哭着问道 方氏就给甘囊儿跪下了 说道 小姐 他哭着讲出了十几年前的一段往事 十几年前 登封县有一个叫李安良的男子 他在城里经营两家杂货铺 生意十分红货 李安良的妻子 方氏生得美若天仙 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 天又不测风云 李安良在一次进货的途中意外身亡 这时的冯氏已经有了身孕 得知丈夫的死讯后是悲痛欲绝 几度哭晕过去 李安良有一个至交好友叫甘霖 甘霖原本是一个穷小子 在李安良的帮助下 他也在城里开了一间店铺 但生意惨淡 并挣不到多少钱 李安良不在之后 甘霖就经常来到李家照顾冯氏 还帮忙打理李家的生意 在他的帮助下 冯氏逐渐从痛苦中走了出来 对甘霖很是感激 后来冯氏生下一个女婴 甘霖就说要照顾他们母女二人 冯氏对甘霖也有好感 为了让女儿健康成长 他就答应了甘霖 与他成了夫妻 甘霖就接管了李家的铺子 李安良继日的时候 冯氏就抱着女儿去祭拜丈夫 看见一个男子正跪在李安良的坟前哭泣 冯氏很是不解 就上前问他是何人 那人说道 李老板不是意外身亡 而是被人谋害而死 谋害他的幕后黑手就是甘霖 原来这个人叫王二 是一个山野村夫 甘霖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把李安良推下山崖而死 王二拿到了一笔钱 心想这下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谁知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样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王二家接连发生横祸 他自己也经常梦到 浑身是血的李安良 心中就十分不安 于是就来祭拜忏悔 冯氏听了王二的话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锅 原来自己的丈夫是被甘霖害死 而他居然嫁给了杀夫仇人 王二说他可以为冯氏作证 就算自己死也要告发甘霖 冯氏就让他一起去县衙 告发甘霖 可那王二说自己这次有去无回 他要先回家探望老母亲 然后就去县衙 冯氏离开坟地回到家之后 就把女儿交给了情同姐妹的厨娘方氏 他就去找王二 可来到王二的家里 看到王二已经死了 虽然王二死了 但方氏依然写了状子 准备去县衙告甘霖 但厨娘方氏却拉住了他 说道 夫人 甘霖这人狡猾奸诈 他与县命的关系匪浅 如今没有证据 若告不到他 他会反过来 加害你与小姐的 在方氏的劝说下 也为了女儿的安全 冯氏只能暂且放弃告状的念头 他哭着说道 没想到甘霖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这叫我如何面对 方氏说道 夫人 为了您和小姐的安全 你要和以前一样 千万不能让甘贼看出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等小姐长大再说 冯氏祥人辱负重养大女儿 可他实在是无法面对自己的杀夫仇人 于是就悬梁自尽了 冯氏死后 除娘方氏悲痛万分 他害怕甘霖取田房 自家小姐受苦 就主动接近甘霖 最后嫁给他 把小姐当成亲生女儿对待 方氏说道 你老板才是你的生生父亲 夫人冯氏是你母亲 是甘霖这个贼人 害死了他们 十几年过去了 他不但没有一点悔过之心 还要害你 太恶毒了 甘霖就是甘园万 原来他早就寄予沈家的大庄园 为了得到这座庄园 他下了一盘大旗 把甘蓝儿嫁给沈远山 做手脚不让甘蓝儿有孕 他又收买烟花女子李玉娘 让他接近沈远山 最后嫁给他为妾 李玉娘和甘园万 故意挑拨他们夫妻关系 这样甘蓝儿就对沈远山 有了怨恨之心 甘园万见时机成熟 就开始实施最后一步 他故意把甘园万 而留宿在家 又亲自给他熬粥 方氏一直都注意着他 发现他在粥里做了手脚 就不让甘蓝儿喝粥 方氏知道甘园外要行动了 于是悄悄躲在暗处观察 三更的时候 甘园外果然进了甘蓝儿的卧房 并拿走他的簪子 朝沈家而去 他就知道大事不好 甘园外是想杀死沈远山 再嫁祸甘蓝儿 这样就可以一剑双雕 他们夫妻一死 沈家庄园就落入他的手里 甘蓝儿听了方氏的讲述 已经贪软在地气不成声 他无法接受 叫了十几年的父亲 竟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甘园外被带到大堂之上 经过严刑拷问 终于交代了害死李家梁 并霸占李家财产和亲女的事实 他贪心不足 还想霸占沈家庄园 于是就把甘蓝儿嫁到沈家 从而达到他的罪恶目的 可他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来 除娘方氏一直在找机会 为主人报仇 甘园外的所作所为 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可谓是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作恶之人早晚会收到严惩 甘园外因财谋命 还霸占人妻 被除以急刑而死 李玉娘是甘园外的帮凶 也被关进大牢牢叫一年 并罚银二十两 事情真相大白之后 沈远山与妻子甘蓝儿的感情 也恢复如初 他们把方式接到沈家 当亲生母亲一样伺候着 沈远山反思这些年自己的错误 开始发奋图强 学习经商之道 一年后 甘蓝儿生下一个男婴 沈家的生意也逐渐红祸起来 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感谢您耐心的收听 如果您感兴趣 请您订阅关注后 可以收看更多的系列故事 也希望各位 在收看故事的同时 帮忙给我们评论和转发 谢谢 下期故事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